大家好我是James 正如之前我們在AE教室自己本身的Facebook Page有提過 在金融市場裏的知識和技巧可以傳授 資訊可以分享 但一個人究竟賺不賺錢最大的取決因素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性格和心理誤區 所以在今集開始我們AE教學系列 會開始講一講投資者在市場上經常會遇到的心理誤區 幫助大家了解自己 因為兵法都有魂 知己知彼 八戰八成 首先我們問一問大家 在金融市場裏什麼現象是最常見的呢? 答案很簡單 就是輸錢 不理不只是你和我 很多專業的投資者都是因為一些預測不到的原因而輸錢的 原因可能包括了你自己功課做得不夠 對公司不夠了解 或者猜錯市場對公司的看法 或者再加上你收錯了 或者再加上你被人陰了 有些trader會進入老鼠倉 而給他們不要的課 不是說有任何值得覺得羞恥的地方 輸錢在這個市場裏面是正常的不正常 就算連索羅斯這個金融大鱷 世界知名的 可以成功追擊一個國家 或者幾個國家的貨幣 但他自己本身在1987年的時候 都曾經被 在New York Stock Exchange工作的 那些trader陰了 進入老鼠倉 累到他 在一個早上 就輸了 二百多萬美金 那時候的二百多萬 就不同 現在的二百多萬 對他來說 都是很難吃的 那 當一個不幸運 輸了 你會怎樣做 大多數人 又會怎樣做 很簡單 坐艇 即是怎樣 我不動 我一天還沒放這隻股 那我分分鐘 都會有機會 駁回 總有一天 會回到家鄉 但是 如果你這樣想 你現有的資金 就變成蟹貨 當然 如果有一些更加直撥的 潛在盈利機會 更加高的 一些機會出現的時候 你就沒有錢 去再投資 這個現象都很常見的 我們在周邊的朋友也好 親戚也好 或者客戶也好 很多很多人 都是輸了之後 不肯走 塞耶 他自己也曾經坐過艇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選擇 輸了之後 不止蝕 不斬倉 而繼續坐在那裡 原因就是 Lost Aversion 所謂的一個損失的願誤 Lost Aversion 其實是2002年 莫貝爾經濟獎的 一個認知心理學家 所提出的一個理論 他講的 如果用英文去解釋 就很簡單 即是 Focusing obsessively on one investment that's losing money 如果中文 可以講詳盡一點 即是 當面對同樣數量的收益 和損失的時候 投資者會認為損失 是令他們更難以忍受的 當有收益的時候 投資者會選擇避免風險 如果大家有玩過股 但凡有玩過的 都會明白這種心理 我賺了 我賺了 我賺了一點點 我立刻想走 因為我不想輸 我已經賺了 為什麼還要踢風險 我就立刻走 但當有損失的時候 人們反而追求風險 如果在一個股票的例子 就是說 你輸了錢 在這個時候 你反正都已經覺得自己輸了 不如坐久一點 不作為 說不定他自己有一天突然生性了 令你回到家鄉呢 我們用一個實驗去印證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實驗 你現在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你要給我一塊錢 第二個 你就不用馬上給 但是我給你 去扔銀子 先猜一下公司 如果你猜中 你就不用給我一百元 如果你猜錯 你要給我雙倍 你要給我兩塊錢 大家猜一下結果是什麼 統計的結果 第二個就是72%的人 都會選擇第二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 我們用預期回報來看看 這兩個選擇 究竟有什麼不同 什麼叫預期回報呢 就是我們叫Expected Return 但凡牽涉到一些機會率 我們都會用這個去評估 究竟值不值得 它的計算方法很簡單 就是用相應的結果 以成功率 成功率 然後將這些所有成功率 將這些成功率 重複 所以 當第一個選擇 你一定要給我一百元 所以就是 負100 成100% 因為沒有其他任何 到運動 你的預期回報 就是輸一百元 而第二個選擇 你不用立即付钱我 我给银子你订 大家都知道公同债 这两个都是50-50 50%-50% 预期回报 就是如果你猜中了 这个有50%的机会 就是不用付50% 再加上你猜错了给Double 就是-200元-50% 这样你得出来的预期回报 其实都是-100元 由这里来看 第一个选择和第二个选择 其实在直播方面 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这个解释了 Risk Loss Aversion 之前的中文定义 当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为 损失更加令到我们难以忍受 接着我们就将它翻译成 在股市上玩的 一只股滚时的心态 Option一你给100元 就是说我现在在输100 我马上就斩了它 Option二呢 就是说订账那银子 股下工智 股中就不用给 股错给Double 就是说我反正正在输钱 那我就坐在这里啦 如果迫中的话 我都有机会打个拒 不用输 这件事呢 就是一天不走 一天就没叫输 一天不止蚀 我就一天继续坐艇 那就是为什麽 整个市场里面 大家身边 或者大家自己 都会有这样的心态 就是不想走 继续坐艇啦 那这个呢 就是大家看到 右上角这一幅图 他的名字 就叫Philip Fisher 那他呢 就是 可以当做是 Warren Buffett 巴菲特的一个 起蒙的老师来的 巴菲特曾经说 他自己是 15%的Fisher 跟着是85%的Graham 那Fisher呢 曾经在他一本 很出名的 一本讲股票的书里面 Common Stocks and Uncommon Profits 里面呢 讲的一句话 他说 More money has probably been lost Buy investors holding a stock they really did not want until they could at least come out even than from any other single reason 即是说 很多投资者 他在hold一只股票 他其实不想要那只股票的 只不过他在输钱 他想at least 可以去到回家乡 那这种方法呢 这种玩股票的方法呢 就是令到所有投资者 输最多钱的 一个方法来的 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 是输钱多过这个 所以呢 我们就看回之前 第一个那个实验 Option 1 和Option 2 股市升跌的机会 其实就不是说 我给银仔 你猜一下 这样一个50-50的机会 通常强弱也有原因 强者一路强弱者一路弱 所以在股市上的时候 刚才那两个例子 Option 1和Option 2的直博率 就不是相等的 你分钟坐艇 就一路坐下去 到了最后 虧到几十元 虧到十几元 或者虧到几元的时候 你还在想这个问题 我究竟走不走好呢 所以当你看到手头上的股 出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鼓励你勇于指示 换码去一些更具直博率的公司上 希望通过这一集 给大家了解到 自己心理上 有没有这些陷阱 令到自己在股票投资 或者其他金融产品投资的时候 赚不到钱 下次我们再谈一谈其他 嗯